我真怕我真怕 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我们九尾超级密室 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主题叫小明的游戏 然后请小伙伴跟我到这边来吧 这个主题是不用戴眼罩的 我们要体验的主题叫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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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小伙伴进去吧 站好之后轻敲三下 门开了 各位派人请稍等 为了履行本次任务的保密协议 现在你们需要逐一接受检查 逐一啊 永夜宝 死因是被尖锐的力气多次攻击而亡 并且头部遭受了很烈的撞击 这个案件 我们需要两名探员前往调查 请各位探员自行认领 并居上市 去搜索了吧 有去搜索了吧 我不好意思吧 这个也许后面还会更顶的 我帮你们去顶掉 没事顶着我们来 我们来好了吧 你想这是个男的 外一会不会有个女鬼 女鬼我们来啊 不怕 我们黑白配吧 没有的 你去来配 我不想太胆了 我想带个胆小的 黑白配 你想带个胆小的 谁胆子最小 你就好好想 黑白配 黑白配 不要不要 不行不行 不行 不难带个胆 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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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探员 请在沙发上坐好 你坐什么 请注意 你们是A组的探员 A探 接到服装店 烧探自杀事件 烧探自杀 刘淑珍带着她9岁的女儿 在自己经营的服装店内 烧探自杀 案发现场留有一封残破的遗书 事发后 她9岁的女儿刘洪 被好心人救助 送往了街道的诊所 只是醒来后 由于精神受到刺激 已经无法为警方 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那么 这个案件 我们需要一名探员 前往邮城 请为探员 自行任领 并举手 是 你是壁祖的探员 街道诊所 意外坠楼事件 是街道诊所的故事 名叫李慈欣 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 是他的继子 也就是王功德的亲生儿子 王晓明 没人选蓝点 你选的吗 我选 总不能我自己再说我自己吧 举手开心一点 在王功德的家中 找到了一本童话书 是他的儿子王晓明所画的 只是现在童话的内容 已经全部丢失了 最后剩下来的那名探员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观众也有任务 哦 反思也有任务 反思先先放 你背着吧 你背着吧 你一定本子背着吧 对 没问题 你是地主的探员 永夜宝探恩之旅 现在 开始 请各位 在沙发上做好 请 有人 有人 有人吗 哦 那是什么 我好怕啊 你 哎 没了又没了又不见了 你们椅子往下降了吗 降了 等一下 我只能说了我不想了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我没有外面的线索我们看过吗 没有 这里有个光源 这里有个光源 我好硬啊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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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查看 查看 打过去 哎 不上个电话 接 喂 喂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麻了 有没有线索啊 那边有 那边有 这边是亮着的 泳月坊 三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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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探人 啊 前面 似乎有一些奇怪的小洞 他理都不想理你 哎 这个人很怪 这人贼怪 地主的探员 请留步 加油 不 你谁啊 不 你谁啊 你们 是什么 我 我们是警察 我们来调查 我们来调查的 调查的 调查的 我不记得 这里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 不记得吗 我们这里有很多事情 有人死了 这里不是应该有一些 很多命案发生吗 要不 你们先进来吧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们先进来 你现在包在野上 你是地主吗 地主的探员 你需要重点调查的区域 你先走了 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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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回到街道上 尝试 寻找一下 街道上是否有 一座头画书 好 灯光亮着的地方 好 好 啊 我不敢过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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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人,請問你有找到童大叔嗎? 沒有 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那麼,先回去和你的隊友會合吧 好的,好的 請往樓下 我是你演员 演员 小红 我小明 我是一身衣裳 好看 好看好看 谢谢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衣裳 对了 我最近 先学了一样东西 什么 竟然是精来的 可以帮我听一下吗 好的 你学 来 表演一下 第一最好 不相见 如此便可 不相恋 第二最好 不相知 如此便可 不相思 快乐 就快乐 我马上 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去更大的舞台了 等等 什么声音 小明 小明是你吗 是我 小明你不要生气 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我哪里也不去 我现在就来找人 我现在就来找人 怎么回事 这里有童话书 你怎么在这里哭啊 我的妈妈 她不喜欢我 我也一样 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静子也不喜欢我 可是 我以后想到演员 开始妈妈说我没有 什么都当不了 这小明 别哭了 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为演员 小红想要当一名演员 然后小明再安慰她 对 我还没空殿 有空殿是吗 啊 我 还有 哈哈 哇 小明 我在厕所里给你留了字条 上学后来找我 我们不见不散 亮了 亮了 啊 厕所 哪有厕所啊 各位太原 这里似乎有通往厕所的标识 请A组的两名太原 前往厕所 查看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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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探照怎么好深的 小明 我又做那个伯母了 又怕我撕开了我的身体 清除了我的心脏 我 我死了 小红 别害怕 我听说街上有个神婆 我们让她算算 但听大人们说 要让那个神婆开门 需要同时拉响街上的四个银棒 我们先走走看 然后同时拉响吧 阿虎 拉铃铛 拉铃铛 四个铃铛 我们厕所有两个好像 这亮灯的是不是啊 我在这 那边应该还有一个 我去找一下 啊 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光 啊 嗯 啊 啊 噢 啊 可放 我他要你有球大开了 子妹 来射 我刚才那边那边那边门关上 这门 走走走 你在哪 我来找你 你在哪 哎 这里 这里 你在哪 你没出来啊 哦 厕所探员他自己有办法出来的 你要自己想办法出来 加油 哦 我们是什么国家 我们 那你等一下 我们想办法 哎呦呦 那就是占捕 占捕是吧 对了 因为他小黄就噩梦了 你们应该都是警察吧 是来调查这街上的凶杀案的吧 这里 不用管 不用管他 嗯 推不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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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是什么人 我 我是来查案的 我看你不是这街道上的人吧 对 我是来查案的 查案 这街道有什么好查的 奉起你一句 哪来的 回哪去 走吧 我带你离开这里 拿走 往前走 回来了是吗 回来了 你怎么了 拿了个线索 如果在街上遇到一个做噩梦的孩子 就用这个补梦 把它挂在这孩子的相片之上 也许噩梦就能变成 美梦了吧 记成这 最后呢 我需要进行一个招魂仪式 这个仪式呢 会召回这街上的旺魂 别招了吧 你们是不需要老秀的帮助 有 有有有有有有 抓抓抓抓 好 现在 以示 开始 吧 招回仪式完成了 现在大家第一次去街上寻找鬼魂的旨意 那我去啦兄弟 去吧兄弟 加油 拜拜 我今天我站起来了 小明的游戏出场 小明的游戏小明的游戏拜拜 拜拜 啊 都到黑暗里 黑暗里 应该走了吧 还有人到谁出去呢 哎呀 妈妈 好 加油 拜拜 拜拜 啊 你别怕我保护你 走了兄弟 拜拜 拜拜 哎在哪呢 哭哭 小红 小红是你吗小红 小红 这是怨魂 小红快跑小红 小红有怨魂小红 我这里上面 小红我走了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我刚刚就是在这里做的 这是刘小刘 刘淑珍 本人刘淑珍做了不可原谅的事 但这件事还迟早要败露 所以我现在向警方自首 7月13日 我与王功德相约在街道的公厕见面 我与他之间有一项秘密的交易 所以此次见面并没有告知任何人 当天是我与王功德在街道 他的死与我 有关 有关 这是他的遗书 自首书 我刚刚写的信号这里面打开了 我们要进去吗 走吧去看看吧 我好黑啊 这什么 有个人好像 好黑啊 啊 啊 我操 他掉在这里了 我靠 这是哪里啊 不是 这光彩镜 最后出门了 你们要特别容易 看看滚昏给你们指引的方向 滚昏 小伙 诶 哦哦哦哦进这儿 卧槽 哦这是服装店 我靠 骑士 四项怪物的胸膛 我的天呐 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 兄弟们你们在哪 二 哦哦哦哦哦哦哦 你怎么这么久一个人啊 我走了好久我去林婆家姐姐她 你有什么东西吗 遗书 我们圈半面遗书 放上去放上去 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求求你求求你留下来陪我 我刚刚看到了一些人 他们好像是警察 是来调查这街上的巡舍案的 我我不让他们知道真相 小明 没关系的 他们不会知道的 就和十年前一样 没有人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人会知道你做过什么 还让我 还让我去跟他们解释就行了 不不小红 你是我见过最纯洁的人了 你没有必要脏了自己 我会像当年一样 处理完所有的事情 有啥子 你只要开心的活着 就好了 可是小明 不不小红 我先走了 我们以后就还少见面 小明你别走 你回来 metro me 那ucharist 哪里啊 变零 还在 习董 别走 别急 我们刚刚 我还没看他一说 我们交易内容是关于我女儿小红 王共德想要买走我的女儿 所以我很早就离开了厕所 不知道厕所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是谁杀的她 但是我的女儿肯定知道 你们把他抓去吧 不要来找我 是这样的 是小梅的那个童话说 你不知道有没有看 就是说上面写有一个恶魔 叫做贪婪 贪婪就是王公德 对啊 然后公主就是小红 对 小明就是骑士 王子嘛 骑士嘛 然后小明为了 骑士为了公主的安全 他把恶魔杀了 对啊 他杀他爸 小明把王公德杀了 对啊 小明杀他爸呀 是他继父 不是亲生父亲 亲生父亲啊 亲生父亲 王公德王小明 那个是继母 继母也死了 继母那个是跳楼自杀的 真假的 对 你怎么这么很多 你怎么这么很多 我怎么知道 然后刘叔 刘叔就是我们刚看到 他在去上吊子杀的 没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上吊子杀的 他在里面死的 我们现在要干嘛 现在肯定要去找小红啊 走吧 这里灯亮了 哎 如月诊所哎 诊所 这个有线索 这个亮的 收音机维修中 原主机上旋钮无法调节 现已在桌上安装辅助旋钮 请使用辅助调评 注意收音机人未完全修好 大部分节目仍然无法收听 请勿过度使用 要调到我们想听的平台 我们应该是听午夜故事吧 还是新闻百分百 新闻百分百 三 这是新闻百分百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据前方记者发的消息 国内顶尖精神科医院 明月医院 将在我市新建 另外 我是首富刘首财 近日召开记者招待会 并宣布 花重金接受 十岁左右女孩的 器官捐献 据悉 刘首财的女儿 器官交易 近日病情恶化 有医者可拨打本台电话咨询 据气象局消息 近日夜间会有时机大风 请各位市民 关好门窗 以免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失 关好门窗 关好门窗 风好大 去关门窗 去关 小明关一下嘛 小明关 小明关 哎呀我关 我关 关你们关 啊 我就知道 还好 风这么大吗 风这么大吗 王公能买这个小女儿 就是拿去卖的 第二队好 中小明 小明 这样 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好吗 不行 我们不能离开这里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是不是刚刚那些人 是不是他们对你说了什么 不是 我总该想到 我总该找到解决掉他们 小昊 小昊你等我 我现在就去解决他们 你快来 你别再就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离开这里 这样不好吗 小昊 我们都走不了了 你那没人守护下 所有的事情都会被人知道的 就像当年 小明被送完在诊所 以后他们还不是都知道 小明 他们还不是都知道了 小明 你吓我一下叫的 我知道了 我破案了 就是已经失踪了很多小孩了 全都是往空的抓的 然后他是因为已经阴暗入魔了 他为了保护小红就把他禁锋在这里了 所以那次小红被送到诊所也要被 对诊所来以后他就把他继母杀掉了 就像你说的小明为了救他杀了很多人 我们开高价 找寻乞官移植的人选 我和街上服务店老板谈好了 把他的女儿带给我 干什么都可以 这次咱们发财了 王德发 这是继母 继母是第一次快走接受的孩子 给他问给你知道吗 放心好了 我和他约好的机关在街道公厕里交易 没让人知道 是谁 是谁在通讯 小红是你吗 小红 对啊 对啊 我们在这里找证据 对 医生早就下班了 啊 你们是没有地方去了吗 对对我们没地方去了 这前面是我好朋友的家里 你们先去那里休息一会 小明家呀 小明家不能乱去吧 为什么 那行 行行行行 你们先去吧 好的 你的小明家就是我家 我就是你的 都是你的 真心离别 这里有一幅画 这小红 礼物 我那边 哇 又拿到一张童话 师傅 今天把演员那个童话 把剩下一个有 哎哎哎 我 你帮我一个忙吗 小红你说 就是你们应该看到了 这个房间里有很多的画像 嗯 但是 有一副被我不小心带出去 没有带回家 落在了走廊里 那个背着包的 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 哈哈哈哈 可以 为什么 今天都是我被迫担心呀 加油加油加油 赶半点 好的我陪你 我特别勇敢 好的你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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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马上就来 找到了找到了 那我看一下 是这幅吗 是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 拜拜 我单线超级厉害的 超级勇敢的 这是她的跳舞 我在小校里 第一次见到小红 她静静地 跟着脚落里抽泣 昏黄的路灯下 映照出了一张 全世界最无助的脸 那张任何人看过 都想要保护的脸 小红的梦想 是成为演员 午后暖阳下 她会站在街道的中央 微笑着发呆 小红心里藏着很多秘密 我告诉她 我会把心里不敢说的秘密 告诉街上的光光像 那天 小红也正在光光像面前许久 却始终没有开口 今天是我的生日 小红送给我一把漂亮的美工刀 她知道我喜欢美术 也懂我想要什么 我要把她时时刻刻地 带在身上 小红的生日也快要到了 我想为她画一本童话 只是今天 她为什么要躲着我 回家后 狗听到爸爸和继续 在隔壁的房间里 悄悄讨论着小红 不行 他们想对我的小红做什么 小红 走走走 小红 回大街道 下一楼 记住 现在的证据直指向小明 千万不要写错了 不对 什么不对 编剧开始发挥着 越是 越往越是接近真相的事情 其实越是被误导了 不对 你知道是谁吗 小红 我觉得不是小红 简单吧 系统已经分析出 此次案件的凶手 只指向小明 麻烦请各位将小明的名字 写在公告门的黑板上 纯笔就在电话的旁边 记住 现在没有其他证据指向他人 你们只能写上小明的名字 照顾嘛 但我们内心知道 可能小明是个冤枉 看来 你们都已经知道真相了 还在那公告栏上 写上我的姓名 的确 这街道上的事情 都是我干的 我是为了小红 他受尽过 最纯洁 最善良的人了 可是这街道上的人 却整天都想着害他 我也让他快了起来 我就把这街道上的人 都杀了 都杀了 小红啊 我不能再陪着你了 小红 我 我走了 小明是杀了 那小红在哪里啊 啊啊啊啊啊啊 我走了 快走快走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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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红太好了 怎么回事 只要找到真凶 王明文应该结果暗期 现在 是用错了吧 难道凶手根本不是小明 肯定不是啊 这墙上的字 好像是小明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他把真相 他说他把心理法都堆在关公相说 关公相肯定记录了 我会把心理不敢说的秘密 告诉街上的关公相 肯定要先找到关公相 关公相在街上 我们要找一下 要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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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里 都是这女的 都是小红 小明是费锅的吗 ров秀 破约了 我知道了 本笔拿来 小红 一切的名字都小红 小红 小红 别碰别碰 你们为什么要写上我的名字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我是凶手 你们是童年 一定很美好 也好不妙 有很多玩具 还有关心你们的爸爸妈 但是 我没有 这个拖油瓶小畜生 生了你之后 你那个孩子的老爸就跑了 真是老爸在里面 我得想想 怎么甩掉这东西 只要有他在 我这辈子都不安生 我和街上 多年老老太好了 把他们的女孩卖给我 干什么都可以 这次咱们发财了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可以随意去败我的生命 我本来想跟他一起解脱的 但是小明救了我 小明终于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 他终于杀了人了 他杀了他自己的 不 不 现在 现在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把最后一页通话给我好吗 我是被逼的 是他们 是他们都要害我 就算世界再不行你也不能做坏人 我真的是被逼 宽大宝就记住 让我自由 好痛 不能给 这是最后的证据 不能给 你们要进行一个重要的选择 是否将这作为证据的最后一页通话带走 如果你想包庇小红 就将这页通话留在公告黑板上 做出你们的选择吧 给吗 不给 不给 小明给吗 你是想的 你想给 各位探员 现在 请做好你们的决定 将你们收集到的童话术 将给你们 把小明带上好 小明带上吧 小明餐试试 请各位探员 到山丹上就走 根据 同话书所示内容 本次 案件的凶手 是小红 由于 你们选择 告发了小红 所以 她从病床上 醒来了 我 小明 小明你在哪儿啊 你回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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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扭下我一个人 不要扭下我一个人 你忘了就要醒了 但你们还记得对我的承诺吗 若是遇到一个做噩梦的孩子 将我梦王挂在他的照片里面 或许 或许 热梦就会变成的梦了 可怜的孩子 就让我为你做个最恨的一件事吧 好 请来吧 那 这位探员 请到 商ery上 醒来吧 起来吧 切屋随意走 小心 不吵 时空倒转 命运之恩又回到了起点 如果一开始 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 如果他们人相见 相远相识相知 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小胡马 你的美梦开始了 第一最好不相见 逐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 逐此便可不相知 瓜哥你是谁啊 为什么在这里 我叫小胡 我在这里练习表演 我要成为演员 小胡 你会为了你的梦想 离开这里吗 我当然要去更大的舞台了 但是小平 很不幸要离开你 你会为了你的梦想 小明 你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虽然 我知道我不配 但我希望 你能嫁给我 你有后悔 选择和我在一起的人生吗 除了你 还有谁能保护我一生呢 谢谢 谢谢你们 给我们带来的美梦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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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探员 那个 本次案件到这里 是真的精神 然后给大家喝个一瓣 啵 有本牛吧 太强了 这支 给他上班的一瓣 大姐 我出去给你拉起 为什么不愿意这样 大姐 你不是觉得这样 我大爱吗 谢谢大家